以斯拉记第一章 波斯王色鲁士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及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耶和华就激动波斯王色鲁士的心灵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色鲁士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列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 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 愿神与这人同在 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 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 牲畜帮助他 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 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于是犹大河遍雅敏的族长 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被神兴起他心灵的人 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 牲畜珍宝兼顾他们的手 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 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 这器皿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略来 放在自己众神之庙中的 波斯王色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 按塑胶给犹大的首领射巴萨 器皿的数目记载下面 金盘三十个银盘一千个到二十九把 金盆三十个银盆之次的四百一十个 别样的器皿一千件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 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射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以色拉记第二章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 掳到巴比伦之游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住索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西莱亚 利莱亚 莫迪凯 比山 米斯巴 比格瓦伊 利弘 巴拿回来的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载下面 巴路的子孙二千一百七十二名 士法提亚的子孙三百七十二名 亚拉的子孙七百七十五名 巴哈 摩亚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 二千八百一十二名 以兰的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撒土的子孙九百四十五名 撒改的子孙七百六十名 巴尼的子孙六百四十二名 比拜的子孙六百二十三名 亚甲的子孙一千二百二十二名 亚多尼干的子孙六百六十六名 比格瓦伊的子孙二千零五十六名 亚丁的子孙四百五十四名 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加的子孙九十八名 比赛的子孙三百二十三名 约拉的子孙一百一十二名 哈顺德子孙二百二十三名 吉巴尔人九十五名 伯利恒人一百二十三名 尼陀法人五十六名 亚拿图人一百二十八名 亚斯玛夫人四十二名 基列 耶林人 基菲拉人 比路人 共七百四十三名 拉玛人 加巴人共六百二十一名 莫玛人一百二十二名 伯特利人 艾人共二百二十三名 尼伯人五十二名 莫碧人一百五十六名 别的以兰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哈林的子孙三百二十名 罗德人 哈地人 阿罗人共七百二十五名 耶利哥人三百四十五名 西拿人三千六百三十名 祭司 耶稣亚加耶大雅的子孙九百七十三名 阴脉的子孙一千零五十二名 巴士忽尔的子孙一千二百四十七名 哈林的子孙一千零一十七名 利伯人 何达威亚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七十四名 歌唱的 亚萨的子孙一百二十八名 守门的 沙龙的子孙 亚特的子孙 达门的子孙 亚古的子孙 哈底大的子孙 朔拜的子孙 共一百三十九名 尼提宁 西哈的子孙 哈苏巴的子孙 达巴俄的子孙 基律的子孙 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利巴拿的子孙 哈加巴的子孙 亚古的子孙 哈甲的子孙 萨买的子孙 哈南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加哈的子孙 利亚亚的子孙 利逊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加萨的子孙 乌萨的子孙 巴西亚的子孙 比赛的子孙 亚拿的子孙 米乌宁的子孙 尼普新的子孙 巴布的子孙 哈古巴的子孙 哈户的子孙 巴西律的子孙 米西大的子孙 哈沙的子孙 巴科的子孙 西西拉的子孙 达玛的子孙 尼西亚的子孙 哈提法的子孙 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索太的子孙 索斐烈的子孙 比路大的子孙 亚拉的子孙 达昆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士法提亚的子孙 哈提的子孙 波黑列哈斯巴因的子孙 亚米的子孙 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共392名 从特米拉 特哈萨 吉律 亚旦 因迈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普系是以色列人不是 他们是蒂莱雅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共652名 祭祀中哈巴雅的子孙 哥斯的子孙 巴西来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激烈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寻查自己的谱系 却寻不住 因此算位不节 不准供祭祀的职任 省长对他们说 不可吃至圣的物 直到有用乌龄和土名决一的祭祀兴起来 全会众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 此外 还有他们的蒲币七千三百三十七名 又有歌唱的男女二百名 他们有马七百三十六匹 骡子二百四十五匹 骆驼四百三十五只 驴六千七百二十匹 有些族尝到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殿的地方 殿位 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 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六万一千打蓝 银子五千磅 并祭祀的礼服一百件 于是祭祀 立位人 民中的一些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尼提宁 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以色拉记第三章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 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和他的弟兄仲祭司 并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 神的坛 要照 神的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凡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 这是他们因那些国民的缘故惧怕 他们又在其上向耶和华献凡祭 就是早晚所献的凡祭 他们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彭节 暗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凡祭 其后献长献的凡祭 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 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 从七月初一日起 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凡祭 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们又将钱给石匠 木匠 把粮食 酒 又给西顿人 推罗人 使他们将香薄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 福海运到约帕 是赵波斯王瑟鲁士所允准的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 第二年二月 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 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 利为人 并一切被鲁归回耶路撒冷的人 都兴功建造 又派利为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 耶和华殿的工作 于是犹大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 贾灭和他的子孙 利为人西拿达的子孙与弟兄 都一同起来 都里纳在神殿做宫的人 将人力 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揭穿礼服吹号 亚萨的子孙利为人敲伯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力 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 耶和华说他本未善 他向以色列永发慈爱 他们赞美 耶和华的时候 众民大声呼喊 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有许多祭司 立位人 祖常 就是献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建立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 和哭号的声音 因为众人大声呼喊 声音听到远处 以色拉记第四章 由大河遍雅敏的敌人 听说被鲁归回的人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就去献索罗巴伯和以色列的祖常 对他们说 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 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 与你们一样 自从亚术王以撒哈顿 带我们上这地以来 我们常祭祀 神 但索罗巴伯 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祖常 对他们说 我们建造我们 神的殿宇 你们无干 我们自己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 是照波斯王色鲁士所吩咐的 那地的民 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 使他们的手发软 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色鲁士年间 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 会买谋士 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在亚哈瑟鲁才登基的时候 上本控告犹大河 耶路撒冷的居民 亚达学习年间 比诗兰 米特利达 他别和他们的同党 上本奏告 波斯王亚达学习 本章是用叙利亚文字 叙利亚方言 省长利宏 书记身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 也上本奏告亚达学习王 省长利宏 书记身帅和同党的底拿人 亚法萨提家人 他皮拉人 亚法萨人 亚基卫人 巴比伦人 书山家人 底亥人 以兰人 和尊大的亚斯纳巴索迁移 搬置在撒玛利亚城 并大和这边一带地方的人等 上奏亚达学习王说 和这边的沉迷云云 王该知道 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 已经到耶路撒冷 重建这叛逆恶劣的城 立起其中的城墙 联络根基 如今王该知道 这城若建造好了 城墙再立起来 他们就不再与王纳税 进贡 教科 如此 你必使诸王的镜像受亏损 我们既受欲露 不宜贱王吃亏 因此奏告于王 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 必在其上查知 这城是叛逆的城 与猎王和各省有害 自古以来 其中常有作乱的事 因此这城曾被拆毁 我们谨奏王之 这城若在建造 城墙完毕 和这边之帝王就无分了 那时 王玉富省常立红 书记身帅 和他们的同党 就是驻撒玛利亚 并和外一带地方的人 说愿你们平安云云 你们所上给我们的本 已经明读在我面前 我已命人考察 得知此城古来 果然被叛猎王 其中常有叛逆作乱的事 从前耶路撒冷 也有大君王 同管和外全地 人就给他们纳税 进宫教课 现在你们要出告 事命这些人停宫 使这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止 你们当谨慎 不容有失 为何容害家众 使王受亏损呢 亚达薛西王的上语 独在力宏和书记身帅 并他们的同党面前 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 去建犹太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宫 于是 在耶路撒冷 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 以斯拉记第五章 那时 先知哈该和一多的 孙子撒加利亚 奉以色列 神的名相由大和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语言 于是 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 都起来动手建造 耶路撒冷 神的殿 有 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当时和这边的总督达乃 和氏他 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 来问说 谁将只让你们建造这殿 修成这墙呢 我们便告诉他们 建造这殿的人叫 慎摩名字 神的眼目 看顾犹太的长老 以至总督等 没有叫他们停宫 直到这是奏告大流士 逮着他的回遇 和这边的总督达乃和是他 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 就是祝贺这边的亚法萨家人 上本奏告大流士王 本上写着说 愿大流士王诸是平安 王该知道 我们往游大省去 到了治大 神的殿 这殿是用大事建造的 梁木插入墙内 工作慎诉 他们手下亨通 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 谁将只让你们建造这殿 修成这墙呢 又问他们的名字 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 奏告于王 他们回复我们如此说 我们是天地之 神的仆人 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 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大君王 建造修成的 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 神发怒 神把他们交在迦勒底人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他就拆毁这殿 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 然而巴比伦王赛鲁士元年 他降旨云准建造神的这殿 神殿中的金 银器敏 就是尼布贾尼撒 从耶路撒冷的殿中 略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 色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 交给派位省长的 名叫舍巴萨 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敏带去 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 在原处建造神的殿 于是 这舍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 神殿的根基 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 现在王若已未美 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 看色鲁士王将旨 云准在耶路撒冷建造 神的殿没有 王的心意如何 请降指晓于我们 以斯拉记第六章 于是大刘士王将旨 要寻查点击库内 就是在巴比伦藏宝屋之处 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 寻的遗卷 其中记住说 色鲁士王元年 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 神的殿 要建造这殿未献祭之处 建立殿的根基 殿高六十肘 宽六十肘 用三层大石头 一层新木头 经费要处于亡库 并且 神殿的金银器皿 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 掠到巴比伦的 要归还 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 各岸原处放在神的殿里 现在河外的总督达乃 和是他 波斯乃 并你们的同党 就是住河外的亚法撒家人 你们当远离他们 不要拦阻 神殿的工作 任凭犹太人的省长 和犹太人的长老 在原处建造 神的折点 我又降止 吩咐你们 向犹太人的长老为建造 神的殿当怎样行 就是从河外的款项中 急速剥取供银 做他们的经费 免得耽误工作 他们与天上的 神仙繁祭所需用的 供牛犊 供绵羊 绵羊膏 并所用的麦子 盐 酒 由都要照耶路撒冷 祭司所定的 每日攻击他们 不得有物 好叫他们献心香地 寄给天上的 神 又为王和王仲子的 寿命祈祷 我在降止 无论谁更改这命令 必从他房屋中 拆出一根梁来 把它置起 挂在旗上 又使他的房屋 成为粪堆 若有王和民 伸手更改这命令 拆毁这 神的殿 愿那是耶路撒冷的殿 作为他明居所的 神将他们灭绝 我大流氏 将这旨意 当速速遵行 于是 和这边总督达乃 和是他 波斯乃 并他们的同党 因大流氏王所发的命令 就急速遵行 犹太常老因先知 哈该和一多的孙子 撒加利亚所说 先知的话 就建造这点 凡事亨通 他们遵着以色列 神的命令 和波斯王色鲁士 大流氏 亚达薛西的旨意 建造完毕 大流氏王帝六年 亚达月初三日 这点修成了 以色列的祭司 和立位人 并其余被鲁归回的人 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 神殿的礼 行奉献 神殿的礼 就献公牛一百只 公绵羊二百只 绵羊羔羔羔羊四百只 又照以色列支派的 树木献公山羊十二只 为以色列众人 作赎罪尽 且派祭司和立位人 按着班次 在耶路撒冷侍奉 神是赵摩西律法书上 所写的 正月十四日 被鲁归回的人 守于月节 原来 祭司和立位人 同被捷径 他们就都捷径 立位人 为被鲁归回的众人 和他们的弟兄 众祭司 并为自己 宰于月节的羊羔 从鲁道之地 归回的以色列人 和一切除掉 索染一交之名污秽 归附他们 要寻求 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人都吃这羊羔 欢欢喜喜地 守除教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欢喜 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 兼顾他们的手 做神以色列 神殿的工程 以色拉纪 第七章 这些是以后 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 有个以色拉 他是西莱亚的儿子 西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 沙龙是撒都的儿子 撒都是亚西图的儿子 亚西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 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 乌西是布基的儿子 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 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 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 以利亚撒是祭司长亚伦的儿子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 他是全辈的文士 通达耶和华以色列 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王云准他一切所求的 是因耶和华他 神的手帮助他 亚达学习王第七年 以色列人 祭司 利未人 歌唱的 首门的 尼提宁 有上耶路撒冷的 王帝七年五月 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 正月初一日 他从巴比伦启程 因他 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 就到了耶路撒冷 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 耶和华的律法 又在以色列中 将律力点章教训人 祭司以色拉是通达 耶和华诫命 和赐以色列之律力的文士 亚达薛西王赐给他们御旨 上面写着说 诸王之王亚达薛西 达于祭司以色拉通达天上 神律法大德 满有平安的文士 云云 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 祭司 立位人 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 我将只准他们与你同去 王与七个谋士 既然差你去 照你手中 神的律法书查 问由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 又带金银 就是王和谋士 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 以色列 神的 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 所得的一切金银 和百姓 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 他们神殿的礼物 所以你当用这钱 急速买公牛 公绵羊 绵羊糕 和铜线的素季 奠祭之物 献在耶路撒冷 你们神殿的坛上 剩下的金银 你和你的弟兄 看着怎样好 就怎样用 总要遵着你们 神的旨意 所交给你 神殿中使用的器皿 你要交在耶路撒冷 神面前 你神殿里若 再有虚用的经费 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去 我亚达薛西王 又降之与和外的一切苦官 说通达天上 神律法的文士 祭司以斯拉 无论向你们要圣魔 你们要速速地备办 就是银子直到一百他连德 麦子一百科尔 九一百巴特 有一百巴特 言不计其数 也要给他 凡天上之 神所吩咐的 当为天上 神的殿祥系办理 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我又小于你们 至于祭司 立位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和尼提宁 并在神殿当差的人 不可叫他们纳税 进宫 教课 以斯拉 要照着你 神赐你的智慧 将所有明白你 神律法的人 立位适师 审判官 治理和外的百姓 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 神律法的人 凡不遵行你 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 就当速速定他的罪 或致死 或冲军 或抄家 或囚禁 以斯拉说 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是王起这心意 修饰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殿 又在王和谋士 并忙大能的众军长面前 施恩于我 因 耶和华我 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得以坚强 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以斯拉记 第八章 当亚达薛西王年间 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 他们的族长 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 属菲尼哈的子孙有格顺 属与他马的子孙 有弹以理 属大魏的子孙 有哈托 属巴路的后裔 就是释迦尼的子孙 有撒加利亚 同着他 按家谱计算 南丁一百五十人 属巴哈 摩鸭的子孙 有希拉西亚的儿子 以利约乃 同着他有南丁二百 属释迦尼的子孙 有亚哈西的儿子 同着他有南丁三百 属亚丁的子孙 有约拿丹的儿子一别 同着他有南丁五十 属以兰的子孙 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筛亚 同着他有南丁七十 属士法提亚的子孙 有米加勒的儿子西巴蒂亚 同着他有南丁八十 属岳亚的子孙 有耶歇的儿子俄巴蒂亚 同着他有南丁二百一十八 属士罗密的子孙 有约系匪的儿子 同着他有南丁一百六十 属比拜的子孙 有比拜的儿子撒加利亚 同着他有南丁二十八 属亚甲的子孙 有哈加坦的儿子约哈南 同着他有南丁一百一十 属亚多尼干的子孙 就是莫伟的 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 耶利是玛雅 同着他们有南丁六十 属比格瓦伊的子孙 有乌太和撒克 同着他们有南丁七十 我召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 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查看百姓和祭司 见没有利位子孙在那里 旧赵首领以利以谢 亚利是玛雅 以利拿丹 雅利 以利拿丹 拿丹 撒加利亚 米苏兰 又赵明哲人 约雅利 和以利拿丹 我发明差遣 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 去县那里的首领伊多 又告诉他们 荡相伊多和他的弟兄 尼提宁说圣魔话 叫他们为我们 神的电带使用的人来 蒙我们 神石恩的手帮助我们 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 立位的孙子 摩利的后裔中 带一个通达人来 还有士利比和他的重子 与弟兄共一世八人 又有哈沙比亚 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筛亚 并他的重子和弟兄 共二十人 从前大卫和重首领派 尼提宁福势力为人 现在从这尼提宁中 也带了二百二十人来 都是按名指定的 那时 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进食 为要在我们 神面前刻苦己心 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 并一切所有的 都得合适的道路 我求王波步兵马兵 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 本以为羞耻 因我曾对王说 我们 神师恩的手 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 但他的能力和愤怒 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 所以 我们尽时祈求我们的 神 他就应允了我们 我分派祭司长十二人 就是士利比 哈沙比亚 和他们的弟兄十人 将王和谋士 军长并在那里 以色列众人所奉的金银和器皿 就是为我们神殿所献的礼物 都称了交给他们 我称了交在 他们手中的银子 有六百五十塌帘的 银器重一百塌帘的 金子一百塌帘的 金盘二十个 重一千打烂 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 宝贵如金 我对他们说 你们归 耶和华未胜 器皿也未胜 金银是甘心献给 耶和华 你们列祖之神的 你们当精醒看守 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殿的屋内 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 并以色列的各族场面 前过了称 于是 祭司 立位人按着分量 接受金银和器皿 要带到耶路撒冷 我们神的殿里 正月十二日 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 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 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里住了三日 第四天 在我们神的殿里 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 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 米利墨的手中 同住他有 菲尼哈的儿子伊利亚撒 还有立位人耶稣亚的儿子 约撒巴和宾内的儿子 挪亚底 当时都点了数目 按着分量写在册上 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 向以色列的 神仙凡祭 就是为以色列众人 献公牛十二只 公绵羊九十六只 绵羊羔羔七十七只 又献公山羊十二只 作赎罪祭 这都是向耶和华坟献的 他们将王的御旨 交给王所派的总督 与和这边的省长 他们就帮助百姓 有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 以色拉纪第九章 这些事做完了 众首领来见我 说 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 没有离绝迦南人 贺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亚门人 摩押人 埃及人 亚摩利人 仍效法这些国的民 行可憎的事 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 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 以至圣洁的种类 和这些国的民混杂 而且首领和官长 在这国饭上畏罪魁 我一听见这事 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拔了头发和胡须 惊具忧闷而作 凡为以色列 神言语战经的 都因这被鲁归回之人 所犯的罪剧 急到我这里来 我就惊具忧闷而作 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献晚祭的时候 我起来 心中愁苦 穿着撕裂的衣袍 双膝跪下向耶和华 我的神举手 说 我的神啊 我爆亏蒙羞 不敢向我神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 我们的过犯上挤出天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 我们的过犯甚重 因我们的罪孽 我们和君王 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 刀剑 掳掠 抢夺 脸上蒙羞 正如今日的光景 现在耶和华 我们的神赞且施恩于我们 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索 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在受挟制之中稍微复兴 我们是奴仆 然而在受挟制之中 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 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 叫我们复兴 能重建我们 神的殿 修其毁坏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缘 我们的神啊 既是如此 我们还有甚么话可说呢 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 就是你及你仆人众先之所吩咐地说 你们要去的未业之地 是污秽之地 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增的事 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 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永不渴求他们的平安 和他们的利益 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 吃这地的美物 并以留着地 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我们的神啊 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过犯 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刑罚我们 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 又给我们施行如此拯救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 与这行可增之事的民结亲呢 若这样行 你岂不向我们发怒 将我们灭绝 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啊 你是公义的 因我们这剩下的人 仍得逃脱 正如今日的光景 看啊 我们在你面前 都在过犯之中 因此我们在你面前 站立不住 以斯拉记第十章 以斯拉祷告 认罪 哭泣 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 聚集到以斯拉那里 成了大会 众民无不同哭 舒义兰的子孙 耶歇的儿子 施加尼对以斯拉说 我们在此地 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干犯了我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还有盼望 现在当于我们的神力约 修这一切的妻 离绝他们所生的 照着我主和那些因我们 神命令战经之人 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 你起来 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 你当愤勉而行 以斯拉便起来 实际司长和立位人 并以色列众人启示说 必照这话去行 他们就起了事 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时的 儿子约哈南的屋里 到了那里不吃饼 也不喝水 因为被鲁归回之人 所犯的罪心里悲伤 他们通告由大和耶路撒冷 被鲁归回的人 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 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 三日之内不来的 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离开被鲁归回之人的会 于是 由大和遍雅敏众人 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 众人都坐在神殿的街上 因这事 又阴下大雨 就都战惊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有罪了 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 增添以色列的过犯 现在当下 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任罪 遵行他的旨意 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妻子 惠众都大声回答说 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 只是百姓众多 又逢大雨的使令 我们不能站在外头 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 不如为全惠众派首领办理 凡我们诚意中 取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案锁定的日期 同着本城的长老和适师而来 直到办完这事 我们 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 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 特瓦的儿子亚哈谢总办这事 并有米书兰和立位人杀比太帮助他们 被鲁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祭司以色拉和一些族长 按着附加都指名剑派 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 到正月初一日 才查清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在祭司中 查出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就是耶稣亚的子孙 约萨达的儿子和他弟兄玛西亚 以利以谢 雅利 基达利 他们便应许必修他们的妻 既是有罪 他们就为自己的过犯 献群中的已知公民羊 阴脉的子孙中 有哈纳尼 西巴蒂亚 哈林的子孙中 有马西亚 以利亚 是玛雅 也些 乌西亚 巴士忽尔的子孙中 有以利约乃 马西亚 以时玛利 拿坦叶 约萨巴 以利亚萨 立位人中 有约萨巴 是美 基拉雅 基拉雅就是吉利他 还有皮他西亚 犹大 以利以谢 歌唱的人中 有以利亚史 守门的人中 有沙龙 提莲 乌利 以色列人巴鲁的子孙中 有拉米 耶西亚 马基亚 米亚民 以利亚撒 马基亚 比拿亚 以兰的子孙中 有马他尼 撒加利亚 耶歇 亚迪 耶利墨 以利亚 撒土的子孙中 有以利约乃 以利亚史 马他尼 耶利墨 撒巴 亚西萨 比拜的子孙中 有约哈南 哈拿尼亚 撒拜 亚勒 巴尼的子孙中 有米苏兰 马路 亚大亚 亚树 史亚 耶利墨 巴哈摩亚的子孙中 有阿底拿 基拉 比拿亚 马西亚 马他尼 比撒列 宾内 马拿西 哈林的子孙中 有以利以谢 伊士亚 马基亚 士马亚 西面 遍亚敏 马路 士马利亚 哈顺的子孙中 有马特乃 马达他 撒巴 以利法列 耶利买 马拿西 士美 巴尼的子孙中 有马代 暗兰 乌尼 比拿亚 比迪亚 基罗 瓦尼亚 米利墨 以利亚史 马他尼 马特乃 亚扫 巴尼 宾内 士美 士利米亚 拿丹 亚大亚 马拿底拜 沙塞 沙赖 亚萨利 士利米亚 士玛利亚 沙龙 亚玛利亚 于瑟 尼波的子孙中 有耶利 马他提亚 萨瓦 西比拿 亚代 约尔 比拿亚 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 杨茜茜 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